長髮飄逸漏相間 西北市議員候選人李婉玉 競選文宣被抓包 左上角寫著國家地理多元化住宅 還附上國家地理雜誌 黃色方形標誌 一定會誤會想說 他們是不是有合作 要推出什麼案子 然後或是要做什麼樣的文宣 或是活動那樣 一定會誤會 舊派和候選人立場畫上等號 國家地理雜誌記得發文提告 澄清國家地理絕對沒有和任何地方 公職選舉候選人合作 發現某候選人未經同意 甚至使用國家地理中英文商標 已經要求撤下相關文宣物品 會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我覺得這個應該對他的選舉 應該是負面的吧 我覺得應該是要經過授權 再來使用 這樣子應該會對他的選情 比較有利 宣傳車來不及貼完 趕快開離競選總部 文宣則用黑色簽字筆塗黑塗滿 李婉玉辦公室上午不願出面回應 私下透露雙方曾有過合作 使設計團隊誤用會緊急撤下 但競選文宣旗子掛滿滿 恐怕很難在現實內全部收完 而話題女王李婉玉選前爭議又一樁 3日新聞中志偉曾家宣新北報導